大家好,我也是哲學星期五的台中志工,那我叫凱瑄 那其實從這幾年的公民運動,大家對於所謂的公民不服從其實應該不會很陌生 那其實公民不服從這個概念是從梭羅的演講裡面出來的 那他的公民不服從是指說當公民,當我們基於社會的良知或者是正義 你認為這個政府它的不公不義的行為,你挺身而出 用一種公開用非暴力的行為去對抗這個政府,那即使它是違法的 但是出於所謂的社會良知跟正義,你用非暴力的方法來對抗這個政府 所以其實重點一直圍繞在這樣的非暴力的抗爭 那剛剛有幾位朋友也有提到去年318運動 其實很納悶的是,在所謂的媒體裡面 我們當這群學生跟一些NGO闖進了立法院 他們也是打破了窗戶,然後進去 結果大家都說,這是和平的非暴力抗爭 但是當大家進去了行政院也是坐在地上 大家都說,你們好暴力喔,你們是暴力 你們是豬一樣的隊友 其實這個也是很值得討論的一個議題 到底什麼才叫非暴力,什麼是暴力 那在國外比較有名的例子 當然是可能大家會提到說 黑人,美國黑人在爭取人權的這個運動 以及印度,印度干地他們在追求獨立的這段歷史 那他們的服從運動也是用這樣非暴力的手段來進行 所以很多人會問說,這樣的非暴力到底有沒有用 尤其以台灣或者是以香港的朋友為例 我們面臨的是中共 中共這樣子一個很集權的一個政府 很集權的一個國家 那我們用這樣非暴力的方法 真的有辦法達成目的 甚至追求所謂的獨立嗎 那為什麼我們要用這樣非暴力的方法來進行 但是如果大家去想台灣這幾十年來的民主 追求民主的過程 你會發現 其實這幾場比較有名的追求民主的運動 都是用這樣所謂的非暴力抗爭而達到目標的 沒有一場是用所謂的武裝革命 或是武裝抗爭而成功的 這是大家可以去思考說 非暴力抗爭竟然有這麼大的力量 可以讓台灣的民主這樣子一步一步的 就是一步一步的這樣子進步到現在這樣的地方 那我們到底要怎樣去組織 這樣所謂的非暴力抗爭 然後讓更多的公民更多的民眾 去認識所謂的非暴力抗爭 那進一步的變成所謂的非武裝國防 那這就是這場 我想應該是這場的重點 那也是我們要給 就是我們用掌聲歡迎捷老師 喜歡為我們所謂的這個 謝謝 謝謝你 感謝您的介紹 那 感謝忠祐 忠祐在達別跟我 我碰到他 那我出這本書之後 我沒有機會到台中來跟哲武的朋友談談 他說一口呆 好 早時間 希望我們下來 當然我們敲釘我盡聽 我就下來 那我 我開始要談這個 非暴力抗爭大部分 像火王的錢 我簡單自我可以上 我很早就投入黨外時代 黨外很久很久 你們可以給他們研導的故事 我1981年美麗島事件 才是讓我最大的震撼 這些人總會是叛亡 如果是日暨時代是自久事件而已 自然事件啊 總會是叛亡啊 而且 尤其是姚家瑩是我的學長 那有些判刑 我都很 我都非常地很注意 這件事情 所以我開始 投入在黨外雜誌 我在黨外雜誌一開始 畫漫畫 畫政治漫畫 我在八十年代 康明廠八十年代 或者在新潮流 跟鎮南鼓的志文還有聖根 都有在畫漫畫 用政治漫畫 那時候我還在上班 之後我把工作辭掉 我都投入在整個政治運動 幫忙選舉 幫忙組織 後來 新潮流成因 新潮流的雜誌 認為說台灣運動 不能夠只有靠選舉 應該要群眾運動 所以黨外有一個 群眾運動路線 跟主流的 叫做選舉路線 公子畫帥跟規公子畫帥 這樣的運動 兩個路線就是這樣 新潮流後來 經過辯論 經過這樣的 那個 政論之後 主流的 那個主流路線 就找出群眾運動 黨外之後 不是用群眾運動 不會改變台灣 只有選舉才來動的話 那對 對 或者我們 是不是要選很多人 到你還是棘手 才能夠改變 那來不及 所以應該是從國外 或是有群眾運動的力量 去退外 不正義的政權 所以台灣的港外運動 群眾運動的力量 才會開始慢慢衍生到 我去了解 什麼就會到你 那我有在台灣的勞工運動 投入差不多十幾年 早期的台灣勞工法力支援會 因為戒眼時代 你不能夠組織公運 只是公運就把我們變成共產黨 都可以戴紅帽子 就把他抓去 所以那時候 不用法力支援 但是其實在組織勞工 還有後來變成公會 我們公會運動員 進行把公民事業黨部 公民事業黨部全部打垮 用勞工自主的運動 奪回公運 所以我們很多公民事業 這些不管是石油 中鋼 中油造船 等等都是我們去運作 不然我們都贏了 把那個黨部踢出去 所以國民黨在控制公會 這支手 黑黑手被我們打破 那你才會 公運才開始發展 這是在公運的結果 後來我去當任民進黨的部分區域 兩任的立法委員之後 我又回來 常常在社會運動 之後之後 因為陳水平 我覺得有讓我們失望 我是當他的競選的護手 但是 陳水平沈默到勞工證 這時候幫他選十條 結果他完全拿不到五條 幾乎是五十%拿不到 或是跳跳 甚至他公民事業 比轉變化 特別化 等於我們還有 這叫做國安基金 我們在罵世大基金 國安基金 他又開始定了 那這個對我們的國家 對我們的所謂的政府操控 從股市 從各種方式去巴結那個財產 是不好的 也是我所謂的政府 我就開始離開林進黨 所以這種林進黨 之間其實會有 跟財產的關係 也是會有一個疾病 我離開林黨 又回到社會運動 我組織 就是犯指令人 犯指令人 稅改開始 就開始 討論討論的租稅不公平 後來犯指令人 最情況是把最低稅務制定好 就是讓所有的租稅 租稅的有錢人 很多的租稅減免 用最低稅務制 就是所得基本稅額回來 再重新算一次 雖然不用到40%那麼高的稅率 60% 個人要到20% 再重新算一次的話 可以增加一點點稅收 那個時候 算是這樣的運動 我曾經處理過這樣 雖然發動或抗稅運動 才真的會把那個 租稅制度有一點改變 後來你們現在看到我們租稅 有些改革 像每一家 每一個家庭只有一個人 以前只有一個人 可以 一賦 一賦只有一位 能夠有幫那個 扣除 這個學費可以扣除 而且只有25000塊錢 那不對 因為我們學費是很大的 所以這個我們在看 所以我們後來就整理一個 反貧困聯盟 台灣的年輕人其實是低薪 台灣未來年輕人 根本沒辦法負擔我們國戰 但我們因為租稅有些年都不繳稅 真正的稅收我們是前所最低 沒有 占我們GDP的12.5到12.6 非常地低 一般正常化國就20以上 我日本還有 其實中國現在20到23 韓國22 但是台灣只有12.3 12.6 那怎麼辦 這麼低 所以我們其實不要有時候政府 政府配合我們說 國債只有六兆多一點 不是啦 隱藏性的 本來政府要提搏的 他不提搏的 像勞工軍公教還有退屋 退屋公保機制等等 這些他們的退休金的部分 政府不提搏 隱藏性 隱藏性的其實在國際化揭落 他們並在這裡負債的一種 的計算都公開 加起來我們要做23兆 現在也差不多23兆 23兆多少 6兆 23兆 哇那很多 加起來23兆 我們GDP才14兆 我們每類國家總預算 才1兆7千億 等於 等於我們總顧我們國家 10年的國家預算 那這樣年輕人養不起 你還不了 他就說我們這一代有退休 我們 因為我們掌權 定了很多很多很多 對我們有利的 退休制度特別好 軍公教又特別好 前九最好的 台灣是軍公教福利國 比瑞典更好 瑞典的退休 你所得接下來的七成 我們軍公教到九成以上 甚至十八到一百 一百以上 一百個線 那當然沒用怎麼演不起 這貴了 十一年 絕對會發生失敗 衝突 失敗戰爭 所以黃公共聯盟 在討論這個問題裡面 也在上一次總統選舉 一半 沒有兩位總統候選 也沒有解決 現在所有的政客 現在所有總統 都對未來十年 會發生問題 都沒有幫助 不敢租稅改革 不敢租稅改革 如果不做的話 那台灣絕對會掉進去 連老服務有問題 國債問題 年輕世代 他們無緣不勤 跟我們老兒這一代 那怎麼辦 這國家一定會亂 當然我們看到 所有的不敢去得罪 兩個政權 都不敢去得罪才行 沒有人敢提出了說 增加婦人稅 這真的很困難 好 URM是1988年 在台灣成立的 這是國外來台灣 協助我們公民的社會運動 政治改革、民主化運動 是國際的 這是一個算是教會 我是一個一個普世教員 來幫助台灣 我後來 我在1988年參理之後 1988年 都被授權為台灣的講師 所以我跟民宗正牧師 我 這一次民宗正牧師 這是我 這是台灣基督教 成像先教會 其實不是 他意外是先大會 不是跟宗教無關 在國外 在國外來台灣 不是要鮮養基督教 但是我們是用基督教的系統進來 所以也就這樣 我是擔任宗正班的講師 連宗正牧師 擔任宗正班的講師 一共每年暑假 這個就包括學生 學生運動 農民運動 勞工運動 環保運動 護理運動 通通都來這邊休息 而且是中等的 不是說今天訓練原住民 就是原住民 運動今天的交流 而且互相認識之後 互相直言 台灣的社會運動 是從這裡開始的 所以從1988年開始 到1999年 我去接受了 非法律抗進的訓練 在加拿大 其實我從左派 因為我本身是 我本身是在台灣 因為從去勞工運動 會讀比較多左派的書 社會主義 馬克思主義 這些我們都讀 而且都變成我的信仰之一 因為你讀左派 你只要批判 資本主義 到底會出什麼問題 而且你一眼就看過 他們都是什麼 為什麼使用者 為什麼我們 在台灣我們自己也講 一些是 使用者不會是對的啊 所以對的 所以高學位也是對的 評論要 要管令成本啊 那你怎麼辦 所以很多很多的 社會物理 為什麼我們熱點 它叫免學位 它可以免學位 他們說 他們年輕人 還有生活津貼 年輕人 讀大學 還可以有所謂的 生活津貼等等 這些 沒有免學會有生活津貼 這麼好的國家 因為它知道 這是你受教育的平等權 如果你用一個 金錢的門口 受教育 如果你是一個使用者不會 有錢人才會幫你受教育 那完蛋 你永遠接近 沒辦法流動 窮人都是窮人 變成事 變成事實 所以這很重要 左派就會去思考 這個會挑戰很多制度 我們聽到很多資本家講的話 或者我們政府都在請 寫在資本家的立場 跟我們講一些理論 寫一些像 我們為什麼要解釋 為什麼要解釋 真正他願意投資 什麼 那給他投資了 大家 patch 難道 你會想看 意外 對,要進去花粉,給他們租稅,他們才願意來,才會吸引國際投資,吸引國際資本 我們資本家也會願意,因為你沒有繳稅,賺了錢才是要投資 出去我們的就業聽起來都有道理,但是那都是右派的說法 我們非暴力抗爭,台灣其實做得不錯 不過台灣真正的成功,沒有人,跟我們主持人講的,從來沒有用暴力承擔過的,不是抗爭 不管是九族界,不管是國會前面改成,不管是我們緩和,或者是我們的318學院 或者是台灣的總統的勞工運動,通通沒有用暴力支援,但是我們都在進步 台灣的社會的改變,沒有用暴力支援,台灣的經驗,雅座是第一個 韓國當目前還沒有相信會霸佬,我到韓國去跟他們分享 因為我在韓國特有替代的,韓國他們要記者當中,替代就是記者當中的一種變通 所以我覺得連線人不應有和平權,不應要拿槍啊,我為什麼要殺人 所以強迫我當中是錯的,所以總覺得他們想到我有替代、社會意 我不能拿槍不殺人,我會去照顧老人,我喜歡環保 我去做環保益,我對那種貧窮的家庭或者是原住民,我很關心 我去做這種社會意嘛,然後年輕人兩年之後才會更關心我們的社會 那比你拿槍更好,我推動替代很難,連明天有到反對 他就說你不推動這個,我們沒有戰力了,優秀的人都不來當兵 或者他們沒有爽編,是有特權 但台灣真的是我們的非法律抗爭,我們從 我從整理合理及經驗,其實是從非法律抗爭開始 要把這個精神發展在整個社會運動 那,就我們到香港去,我們以前外交到香港,我們有香港朋友 你認識嗎?這個王子歐他是高中生,為了反對洗腦 國民教育科他還在高中生歐,他們跟父母親通諾出來 還有香港社會子子十萬人上街頭,才把梁振禹打垮 所以國民教育科取消,沒有被你們搶過去 好,我去那邊,我前年跟去年,去到江振九四 他們的政黨、社會運動、學生運動、學生團員 都叫我去談非法律抗爭 但是,一個營隊,我們在營隊談 在營隊裡有一次,我帶營隊是兩天一夜 說不容易,他們只有禮拜六 台灣北八山大國,每一個T Christie要三天 但也不錯,因為他們香港只有遊行都是Yeон 香港只要遊行,邃國畢不是只有遊行 等下我再說明一下 這是好像這個方向 接下來這是華人民主術院 其實我到香港是透過華人民主術院邀請 去那邊 這個是戰術發起的大藥品教授 發起戰術委員 主要的三個人 律師是他 他寫一篇文章 如果要征服選香港一定要來一個最震撼的 就佔領中環 中環是香港經濟金融的中心 所以佔領台灣黨的話 才會逼迫香港自民党的黨 我們才跟他要求要征服選 因為2003年 中共同意2017年 讓香港人真的自己選出這個特首 後來一直拖骨 這個快掉票了 香港真的不對 2017年他現在沒有真的要那麼獨選 他還是要經過篩選 所謂的提名前才在中共的手上 所以提名前 兩個都是中共屬於的你來選嘛 兩個誰你得 那怎麼會是民主香港的制度呢 所以他們這個是香港 他們為了戰術所以開始 要戰術運動開始有密集的 被暴力抗議去 就是我們台灣的經驗的輸出 所以我會更了解香港 他們的反對運動 他們的群眾運動 對規範他們的誤解 跟一些問題在哪邊 其實跟台灣一開始的一樣 都是相同的 這是我在香港常問的 你們對規範的競爭 你認為是什麼 當中是弄六的 是欺辱的 是沒有用的 這是最長的 所以策略啊 如果有機會我們可能暴力啊 我們可以喊揮暴力 但是機會來了 我們可以用暴力 可以讓策略更靈活 他們說他們認為可以這樣 所以揮暴力本身是一種策略應用而已 那是這樣嗎 還有你認為說揮暴力 是對統治者玩的沒用啦 你是懦弱者嘛 所以統治者沒有壓力 那你玩的你就想要回去 明天都忘記了 他任何改變都沒用 所以他們認為揮暴力 他們根本沒辦法給統治人 那種真正的感受到 他統治的一種不方便的壓力 還有如果你帶群狀來 你說揮暴力 那讓他打 他檢察打一打 未來誰要跟你去 想他還會跟著 我們你知道揮暴力抗爭 可不能夠抵抗警察 讓他打那還得了 所以很多人說揮暴力抗爭 如果你這樣帶群狀 未來你帶不了 群狀不敢去 不想去 沒有用 好 那我 好 對對對 我剛剛 這個 這個是什麼 黃志鎮 我叫五個人把他抬起來 五個人把黃志鎮抬起來 就是我在那個318協議 我是這樣訓練的 晚上揮暴力訓練 就是用這個體驗式 所以我們援隊不是自己的聽客 不是聽耳哥 而是用體驗的 這體驗是體驗什麼 兩個人抬腳 兩個人抬腳 兩個人抬手 一個人抬身體 好 等下一個一個左抬 抬腳的左腳離竿 右手離竿 左抬右腳離竿 左手離竿 直向中間抬身體 身體在離竿 然後掉下來 就靠這個辦法 當你被抬起來 他好像勝利的關乎一樣 很爽很爽 他抬腳我就問他 黃志鎮 你這個很爽 好像一個勝利者 但是他一一離開的話 他開始有危機 開始感覺到 我會掉下來 揮暴力訓練 所以告訴你這個理論上很簡單 就是說 統治者的潛力是我們給他的 是來自你人民的同意 是我們給他的 當我們取回 我們對你的切斷 對你的授權 你的潛力就受到質疑了 你就沒辦法執行你的潛力 所以你就會從大包再上掉下來 另外一個訓練是甚麼 所有的人先會來 我找其中五六個人上來當檢查 拿著報紙撿起了木筆 第一個狀況 我叫檢查驅喪 你現在驅喪 所有的人推抵抗 你可以推檢查 可以罵檢查 都沒關係 第一個狀況 好 開始 檢查打 他驅喪打 哇 跟他搶 好 後來就哀哀丟了 亂罵 然後沒關係 第二個狀況 你看著他 讓他打 檢查打 這兩個狀況也很好 半年檢查講講看 剛剛你 第一個狀況跟第二個狀況有不同 第一個狀況越打越爽 因為他的狀況有正當性 當群眾使用暴力相向的話 他使用暴力是有正當性的 所以他打得很爽 很用力 越打越爽 第二個狀況都打不下去 結果打兩三個打不下去 他就 哇 看他行動 就在那邊看著你 他打下去 打不下去 他用若婷填你的木棍 依緩啊 沒有正當性使用暴力 所以 非暴力 引你就再來的時候 你不是用暴力就會引 用暴力不見得 暴力的優勢在哪邊 統治你的手上 他有軍人 有軍人 有警察 他施暴是有正當性的 你用暴力的話 你是追著你 最弱的時候 你沒有暴力嘛 你沒有設備 你沒有武裝嘛 他有啊 那你用最弱的性 比他人家最強的 笨蛋嘛 所以不要用暴力 你知道嗎 所以弱者的力量 弱者的力量其實是在 人道 人道 共利 共利 你就是甘霓者的 實在地來給他 真理就有力量 真理才有力量 你真的有真理 沒有人 說明叫真理 當然甘霓追求一生 你沒有辦法得到真理 但是人類有相對的真理 當我們看到一個弱者 被人欺負 你會打包不平 一定會去協助他 你看上去 人口被人欺負 被人亂踢 你也覺得說不對 你會去制止 因為這是不符合 不符合我們內心的 那種真理的價值 至少我們要相對的真理 這是一個 來自於非暴力抗云 或者是弱者的力量 就是有一個人 人內心裡頭 有一個公平正義 真理的存在 你才會產生力量 好 非暴力抗云 從1919年甘霓開始 在印度 追求 印度和平獨立的時候 他就用非暴力 如果甘霓是用暴力的話 我第一次到加拿大集收信 我跟老師講 因為我當時從事公益 公益哪有非暴力 公益從哪有非暴力 就是用武力階級 用勞共的 無產階級的力量去推翻資本家 這個就是一定要暴力的 所以所有的 不管是蘇聯、中國 全部都是用暴力的 或者東歐等等 不是早期的 總派不是用暴力的 沒有你相信會暴力 我跟老師有反對 我沒有用暴力 不可能 而且 台灣是戒嚴四十年 國民二方屠殺台灣多少人 白色恐怖 台灣有很多監獄被破壞 像這樣你會暴力 怎麼可能成功 他很怕你 關起來 這樣就屠殺你 怎麼會弄暴力 我都明甘霓 我跟你講甘霓英文在英國 還有馬丁路德 今天國師 他在美國 兩個國家 或是民主國家 用揮包力有用 台灣這個絕對沒用 國民黨是常暴的政權 不可能 老師問我 你以為甘霓 甘霓他適用 甘霓在對抗英國的時候 英國很民主嗎 他們的黨派是代理 國民黨有沒有開槍 還沒有 甘霓是被開槍的 甘霓他們揮包力 在甘霓公園 一千五百多個人在那邊 是 他們是用 疾問人家 射了 射了 一千五百多人 灰水即傷 而且都中傷了 那個血流滿地 很痛就跳到監獄 也是淹死 甘霓後來揮包 揮包那個甘霓 看到那個是常見鬼 眼睛都掉下來了 說了林仲德 他們的親人被塗殺了 很多人認為要用暴力 要暴力 內心開始轉身衝 甘霓還說 你也不行嗎 不能夠暴力 還是會暴力 因為你用暴力 更有正當性來鎮壓你 屠殺的更多 所以甘霓是這樣說服他們的 老師也跟我講 我說那對付中國 你說剛才有提到 不是中國 中國 你說又不會有中國 那不會暴力 對中國有用嗎 那是幾成國家 怎麼有用 老師跟我講 米諾塞爾奇 米諾塞爾奇是 塞爾維亞算是 納粹下來 最殘暴的一個政權 我們和平基金會 曾經去南士道旁邊 以前南士道戰爭 叫做波士尼亞 波士尼亞穆斯林被殺了七千人 是一體殺的 在萬人種野掛出來 我去他們 他們帶我去看那個 那個官材 七千五年 後來 有些找不到名字是誰 有些人會認得出來 加水人會認得出來 這個 你說像這樣 報警 他在塞爾維亞 他的政體是被暗殺的 反對他人 他是公開的 用軍人 屠殺女的 這種比中共現在更可怕 他還是被火焙巴黎坑打下來 十一個年輕人 就靠他們去讀那個 雞下古國的老師 那本書 火焙巴黎坑一百二十八種 用那本書的創想 去打敗 米洛塞爾維亞 所以為什麼中共 你說怕嗎 中共如果他用 他用來到台灣 用暴力可行嗎 你可以看看 台灣 為什麼我一直想跟各位來分享 那個 《揮舞庄國防》 你說台灣如果不得 以這樣來對抗中共的話 我們的武力是不可能的 我們的軍隊是不可能的 其實甘定他在1991年 他是從印度教去延伸出 他的那個揮拜抗的理念 薩基阿克拉哈 然後他其實他受到 大衛索德功能不服從的 大衛索德他認為美國政府 發動戰爭去攻打墓西哥 然後他對原住民 還有黑人所謂奴隸 他反對著 我們交點的稅 我們就發動戰爭 而且在欺負弱者 他用季節繳稅 他第一個季節繳稅的公民務務所 他有一句話 最重要來說 我們我在香港 香港是一個很琢瓦的社會 所以他們說 我們可以 我們暫停有沒有違法 香港人是問我 我們暫停有沒有違法 阻礙交通耶 當著違法 這樣可以做嗎 可以做啊 不對 所以公民務務所人的社會 做正確的事 比守法更珍貴 記得喔 如果台灣 我們都守法 你遵守建言法 你都不敢反抗 你遵守所謂的機會 其實我在供應 我在重製所有的運動 我從來沒有申請過 我從來沒有申請過 我從來沒有申請 台灣被遺凶最多都是我 大概十二次 但是我判多少錢 只有兩個有判 一個是 四年 台北 王建坦 那我被判十個月 四年反正 我沒被關啊 那供應 就是 供應 我其實大部分 供應 其實判了我多少 法官好像送來了 我判不寫啊 判了五百塊 五百塊 五百塊 一千五百塊 我本來不想交 你來 我家 我家只有 那個電話是我的名字 真的我隆文帶來的 電話讓你扣 你應該知道 不用擔心 因為我通通被暴力 他真的要起訴 最大廠的紅三金 也是無罪啊 一百成功年齡 那個占領 反夜兵 占領夜兵 是我幹的啊 都是無罪 甚至很多東西 不起訴 所以不用擔心 台灣的 你只要揮法律康律的話 他要起訴 所以這個 三十八這些人 很難 很難 因為他判有罪 不可能 好 那 基督他們 他也是 黑林洞 其實也是學甘地 他們都甘地那邊 那個去 去學了 回來他們叫了 基督教的 基督教的精神 成為美國 揮法律康律康律的模式 我的老師 就是美國的 反夜戰的 揮法律康律老師 他們也是 美國那一套的 那一套也不錯啦 不過那一套 他強調是糾纏 我覺得 這一次三十八 也有糾纏 他也強調很愛 不一定要用糾纏 我那個書裡 我那個疑問 我都會有 反夜戰也是 那一套是 翁山書記 如果翁山書記 用暴力的話 他不會比他同情 國際上 他就沒有很一樣 國際上 會支持翁山書記 後來逼著 這麼獨裁的緬甸的政府 揮法 是來自國際的壓力 也是來自 翁山書記 你看他 翁山書記 賺了 不能 他 面對的 面對的 槍 他不怕 往前走 這個揮法的理由 用他的生命 以抗暴力 其實 是比用暴力者更有勢力的 要查理揮法的理由 第一 武力是統治人 我剛講的 還要用愛 道德正義 是無窮的力量 這是人類 截得自私 弱者 他擁有力 要去抬自私 還有 我們要問他回暴力 我們要介意 台灣未來是官暴的社會 如果以暴易暴 這個社會 因為你有暴力 有人被殺 你會有仇恨 那這個社會就會有仇恨 很溫悔 所以歸暴力就是要阻止仇恨 我書上寫 歸暴力 甘地體的那個所謂理 除了理論 還有他的哲理 其實是愛 真的愛 甘地體 我愛敵人不容易 我每次跟人家說 愛敵人 我說很弱啊 但是你用愛敵人 所以甘地 為什麼他要獨立跟愛燕國 他為燕國做很多 燕國兩次的 對外的戰盡 甘地會組織那個 戰地的醫療 醫療部隊 去幫助人家 所以跟他聊很多 他會在燕國演講的時候 你能夠相信甘地講的會怎樣 像這樣他能夠讓甘地 甘地戰 讓英國的上流社會 活躍 多很贏 多很尊敬感 所以那個 你有愛心 對敵人以後一樣的對他 是充滿愛心的 我們歸暴力的準則有第一個 你對 對你要反對的人 你要跟我們的夥伴一樣的對待 所以歸暴力的 不要把情人當成為你的對象 所以歸暴力的 不要把情人當成為你的對象 所以歸暴力的 是要制度的改變 不是針對人 歸暴力的 不能針對人 針對人就有仇恨 但我要來是改變這個制度 我跟你講 我們要來是徵服陷 不要這樣 梁正恩是說 漫畫 你來自漫畫 就是狗 然後又吸血鬼 你來人是要醜壞梁正恩 沒有說武力對第三者根本沒有說武力 這是很重要 歸暴力的 你所在我要改變什麼 不是針對 不要去語言也不要暴力 不要有質疑 巴黎也不要語言暴力 這蠻重要的 這幾個標述 歸暴力他們並不像我們現在 什麼宗教的愛心 所以不要反抗 像我們那種智能寡師 真的嗎 吃一堆 其實很多人不公平 他們都不敢講 要說世界有不公平 一定要改變的啦 不然弱勢就懂得這麼窮怎麼辦 再不要去撿什麼 回收 環保回收 那幹嘛 你應該說他不對去批評 為什麼這些制度是不對的 炸了這個痛苦的 政府就是政府的責任啦 不是這樣你要去撿什麼 什麼垃圾分類 然後這樣 這個叫我愛心 不要去對抗 歸暴力他們也不是這樣 要建立一個公平的社會 就是要針對不公平去改變 所以這是歸暴力他們的重要的去念 第二個真理 這個撒迪阿格拉哈是甘地化名的治療 印度叫撒迪 撒迪阿格拉哈是什麼 這是真理 很堅持的真理 真理就有勢力量 你可以發現真理就是勢力量 所以他講真理其實包含愛 還有愛心 愛是真理的核心 所以人有愛才有真理 人對弱者有愛心 你就有真理 對動物有愛心 對環保有愛 為什麼我們這樣 亂坦術 讓大家發生土石流 我們心裡會覺得很憤怒 這不應該 這是因為你心裡有愛心 你有破壞一之心 對那些所謂弱者 對那些所謂土石流傷害的 這些沒有能力的家庭 你會有愛心嗎 你就會有 這時候他講堂道的撒迪阿格拉哈 而且揮霸的抗互是公開的 沒有祕密的 暴露抗互一定要像恐怖攻擊 一定要要祕密對不對 你沒有祕密的話 早就沒有人家 就被人家抓了 或者就是瓦解掉了 所以那祕密組織 但揮霸的抗互也就要公開 為什麼要公開 你公開 第一個你要宣傳 揮霸的抗互也要宣傳 而且不擔心給敵人知道 你要對抗對手 你也不用擔心他知道 一定公開得更好 因為來的人他知道我來了 我也有策略都要公開 我要不要跟他衝 我要衝到總統民主 面對檢查 我們徒手人 面對徒手去拆鐵絲網 這都會霸力 不要一個採鐵絲網 這個時候 法律他是法律 鐵絲網是法律 但是我不遵守法律 我反正拆掉 我要衝到總統民主 你如果敢宣布這樣 我要評估我要不要信 你公開那個人 我們要參加民主才說 我要不要冒這個風險 這個要誠實 揮霸的抗互也要截掉 你要到那什麼激進的程度 或者你要做到 好沒關係 我們只有來有請 坐在靜坐在這邊 三天兩天 我們就解散了 這個都可以了 所以揮霸的抗互也要截掉 有很多人的心跟身體正宗 還有揮霸的抗互也一定要 危險跟冒險的 讓我們自己的願意接受 揮霸的抗互也解釋了 揮霸的抗互也都沒有危險 但是當然它比暴力者危險更低 揮霸的降大很低 揮霸的抗互也有請建坐啊 好,我就一直講,好,不止啦 不為巴黎抗爭就是你對統治者的法律 到藐視法律跟修正的命令 都不要理他 罷工,罷工是國會法 你為什麼會罷工? 罷課、罷市、罷門、罷選、罷稅 通通都是非巴黎抗爭 因為我們要傷害人 我是不合作,這位不合作 不服從 非巴黎抗爭最積極的 比巴黎抗爭殺傷力更糟 更想 甚至黑人,黑人運動他成功了 難怪他運動成功是什麼? 聚滿 他要聚滿 那美國的運動他說 對那個種子隔離的他們的拒絕 你黑人不能夠進入白龍的餐廳 不能夠,或者是他們的飲用水都不應該來 甚至他們圖書館不來 所以他們故意的要去挑戰你 就是進到白龍的餐廳 當然要接受信念 先信念他們就是世人者 世人者就是你他們信念的黑人學生 進到他們,讓他打,讓他修理 他用胡椒、面紋、散在你頭上 吐你口水都被握手 被抓到神經病 那總罷了,要不要換,燙苗能暴力 所以很多人就這樣不合作人 結果引起媒體開始大量暴打 黑人運動工作也開始 所以也贏了 還有巨型大公車 讓公車差點做官員 381天的巨大公車的運動 那是非常震撼的 所以像這個都很強的揮包 臺灣都沒有過啊 臺灣這些其實我們只有 罷稅有救過來 罷學沒有 罷學有 罷免我們應該也別人來弄個罷學 罷課好像沒有很情況 罷工,臺灣比較少 我們有代工 我在工藝的時候 我那本書是多少 1101 代工藝小時那個運動 那是滿成功的 所以我們現在前年間保護 並名就是因為勞工 用這種前臺灣的勞工串聯起來 11月1號 11點 早上11點一小時 全部停廠 所有勞工停廠 所有的工廠都停掉 這不容易 好 那這個就是 臺灣的揮包的他們 這都是我參與的記者 1102年代工藝兵 為了賢華一百堂 要把義徒叛萬 從賢華一百堂修掉 我們發起雙之子的管頁 那時候是李登輝堂風 那時候我訓練了 第一次我從加拿大回來 我1990年年訓練 受信1990年年抵回來 1991年 這是一場最完整的 威爆力抗爭的訓練運動 那這裡我有比較完整的 那個博士館的訪問 這裡 在那本書上 還有林一雄的 合宿公投 他的節食 千年運動 跟千年步行 還有這個剛剛講 加龍禮東 這個是1994年 加龍禮東 成立工廠的工人 老闆到印尼去 雇用六千多人 結果台灣的審負 全部把他解雇 解雇不給像勞計法一樣 所謂的平均工資 他們用基建工資 每個月領得不一樣 做多的就領多多少 所以不用平均工資 和平均工資叫基本工資給你 那不對 所以為了他們的 那勞委會都是親自嗎 因為按照勞動基礎法的規定 工資的規定非常清楚 實際上領大了 那六個月的時候 我這個就沒有我的 我的寄建工資 領大後勞 是用這種算的 不是用那個說的11040 11000 11000 11400塊錢 不是這樣算的 他們經過三十個多月 很密集的抗爭 很成功 這個路遠帶 被你們在學校 或者是公院 常常播放的 這個是會上面報道第一名的紀錄片 那個人來看 還有洪山君 一百萬人走到中洞湖 經過中洞湖 經過沈水扁的官邸 竟然沒有人丟汽油 但沒有人丟石頭 為什麼 你什麼控制的弄好 就是有辦法 會幫他為什麼你控制 我那書上有詞 我說你那麼多人 一兩個起哄 有人在說 含殺含打的話 什麼怎麼辦 或者被挑釁的時候 我們內部的人 我們參與群眾 他情緒不穩定的時候 開始變成要嗆 他說 那你一嗆的話 就引起很多群眾 跟著你 就開始 開始亂掉了 被拜託你怎麼能夠執行啊 我覺得 覺得很困 我有十個 那有十個狀況 你怎麼被警方 警察台 噴水的時候怎麼辦 香港這次為什麼用雨傘 香港是噴辣椒水 噴辣椒 香港以前都說保鮮膜 保鮮膜 你現在很辛苦 呼吸都很辛苦 後來我們就這樣 因為拿雨傘 我是憑我的病 拿雨傘可能會變得氣 會比較醜化 你拿雨傘洗緊 所以會發生是不能帶武器的 後來你講 好 那一定拿雨傘就保護 誰拿雨傘洗緊 就是維吾辣椒水 所以準則以後 我要寫進來 所以香港變成雨傘運動 也是來自那個是 他民為發護自己 所以輝辣椒水不是撒傘的 都不要發護 他文化運動 其實更早的那個 學生 最後野傘們一開始 野傘們 野傘們就兩次的 輝辣椒水的訓練 體驗式的都到他們去 所以太陽花 我那個時候 我們每天晚上也不在去 都很有用 其實到行政院去 幸好有訓練 所以學生沒有人去洗整 沒有人 沒有人有暴風行 所以整個你看 免疫拍出來 雖然這個是意外的 那時候我就跟患者 可能會有意外 他說 他講 按那個時候 滿久不一樣 跟這樣 你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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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積極的運動策略 一定會被 其進者帶著走 就是會帶走 帶走 憲法 用揮霸力 所以這個 行政院那個是沒有計畫的 不是在計畫中的 但是那種意外 憲法 有揮霸力抗爭的訓練 不然的話 整個學生跟檢查 打在一堆的話 你要在那裡 這個寵畫 寵畫寫實面的 好 各位想想看 台灣那時候 用暴力審風畫 沒有 那個 白米炸彈客 楊酒平是不是被暴力 他是暴力 炸彈那是恐怖攻擊 是暴力的 但是楊酒平 他有 他在每一個白米炸彈 但他不會炸成人 不會死人 但是他有一個 為榮民 打包不平 他用 A4的寫他的訴求 你都知道他不是真的要 要善賣人 是要訴求 引領主義 炸彈 白米炸彈 然後寫 其實那個時候是行動劇 我把它當為那個 揮霸力行動劇 如果怎麼樣 這本書是 香港 贊同之後 我想寫一本書 因為很多的問題 很多問題 希望在書上多了 多了解 所有的揮霸力 就是以台灣的經驗 還有國際上的一些經驗 有多了解 還不錯 這本書算是 花比較多的時間 把實際上的 除了理念 實際上的操作方法 還有 如果你去解答 你的疑問 這個案子都能夠找到 所以 最重要是 民眾的疑問 更會發揮的誤解 你會得到真心的解答 這本書 我主要是還會 還要提到說 台灣重要的 主要要對台灣來講 就是揮霧康國防 這個是後面 後面 好 當 中國武力那麼強 美國不可能為我們而戰 台灣還有什麼辦法 除了我們用公民的力量之外 沒有辦法 那怎麼辦 一定要揮霧康國防 讓比揮霧康國防 不一樣 揮霧康國防 所以我裡頭寫過 比較多的是 如果建立這個制度 用國家來建立 揮霧康國防的體系 那是比較重要的 揮霧康國防 都是一個短理 一個短理 我們最大揮霧 就是洪山巾 不然就是太陽花巾 所以是最大揮霧 但揮霧康國防 他要從不合作戶無從 讓統治者完全無法 遂嫌他的統治效能 就被談論掉 那他統治 他如果用武力統治台灣的成本 比他佔 比他用軍隊來體力的成本更高 佔領的成本 比軍事的行動的成本高了 至少好幾十倍 讓他知道說 你會合啦 你也不可能有效 統治台灣 這是揮霧康國防 武力台灣的因素 因為那個 我朋友 兩樣的玩家 其實怎麼就說 2011年 美國的智庫 跟國會開始提到 氣談論 因為中國的經濟越來越強 中國的軍力越來越強 所以美國需要 中國這麼大的市場 你知道 新的iPad 或者那個 手機 蘋果手機 其實 最大市場是中國 所有的全部都依賴中國 所以歐美國家 他們對亞人比不敢去得罪中國 為何台灣 只是聲援台灣 不敢真的對我們有任何幫助 所以我們希望說 好像每日安保可以保衛台灣 不太可能 真的中國 賺點台灣 內政問題 那是我們中國 我們的 因為台灣現在成為一中 那是內政問題 這是一個未來 台灣真的 比較酷的 是在這邊 第二個 兩人未來最可能的結果 是 兩個領導人談判 合理協議 好 統一 可以嗎 他們同意了 在台灣之外 或者說 好 那你同意公投 你同意公投 現在如果在 我那本書 第一章 我在寫一個故事 用小說 你同一種中國 肯定共同的方式 他 如何拉攏台灣人 用經濟的意義 的誘惑 或者恐嚇 那你台灣的公投 可能都會通過 統一公投都通過 統一公投通過 但是呢 台灣會是震盪 因為統一公投 因為台灣本身 後面知道 台灣本身 8萬75% 日本我是台灣人 我不是中國人 那如果你真的要 真的 台灣說 決定跟中國同意的話 我告訴你 台灣內部大亂 一定有一半以上的人 反對的 開始內部開始衝撞 那中國 非精神 非精神進來不可 因為內部 反對中國 統一的人 可能比戰場更多 那中國如果不來鎮壓的話 他沒辦法有效體制 那一定會 所以不要以為說 中共不會動輪 這個一定會動輪 動輪 所以 人民只有 用人民的力量來捍衛 才能夠真正達到葛魯莊波皇 什麼叫葛魯莊波皇 這個 這是我老師來 金像 金像我剛才來台灣兩次 他說 我1994年 第一次聽到他的主要群眾現彰位 有葛魯莊波皇 讓我們現狀 我們的軍國 越來越困難 那兩岸的軍備就在 我們 我們 幾乎是只有中國的 四分之一 每年的軍備 那他有十五年的發展 都超過我們 太多了 因為台灣根本是 移暖即時的 沒辦法跟他們 經歷 經歷 不可能 還有現在 今天對我們的威脅 沒有航線 台灣海 未來會變成 好像中國內海 所以這個都讓我們 有很大的威脅 那為什麼可能 威武莊波皇會成功 歷史上的歷史 甘地 他就威武力 爬到河嶺獨立 那 波羅地亞上的 立大宛 拉托爾 艾沙米亞 就是這樣 我跟林哲武老師 我們就去那邊 就去那邊學 他們用什麼方式 威武莊波皇是到底 實在的歷史 而且也出了兩本書 一個是立大宛 一個是波羅…那個…那個…那個… 波士尼亞 就是立大宛的… 不是阿山 波士尼亞的… 拉托爾 那個歸武莊國王的… 歸武立抗的 歸武莊國王 其實這些都是很成功的 所以他們達到了 波羅地亞三國 達到和平、獨立 蘇聯很強 你看立大宛 立大宛一開始他們有 所以並不是要放棄我們傳統的武力 那一開始我們有武力 那在佔領的時候 他們就轉換為人民公民團位 讓他們動武沒有震撼性 所以軍人開槍都沒有震撼性 軍人最強的是跟你打戰 但是面對守護撐別人 老百姓嘛 他不曉得怎麼辦 他們有開槍啊 這樣那個立大宛的民眾 去保衛他們的電臺 因為他們的電臺 還指揮人民揮巴黎抗爭 他們要摧毀電臺 是他們很重要的那個戰略嘛 所以摧毀電臺 人民四萬人在電臺那邊 他們有開槍 射殺有七、七百多個人受傷 死了 有二十幾個 這件事情呢 國際的譴責 還有國內政黨 蘇聯的政黨分裂 也不應該這樣 然後那些軍人道德壓力 以後拒絕 傷害的命令 屠殺 他們都放棄 都不要了 不敢屠殺了 也就是他們跟非暴力 結果贏了 這個立大宛是這樣來的 那個轉折是很重要的 所以就是佔領 就是他們保衛 保衛隊盤的那一地 是會很重要的 那台灣可以 台灣其實也可以推動 用公益的力量 來做非武裝國王 那非武裝國王 我出版之後 我 徐世辰老師 還有陳曉恩老師 他們跟我一起開記者會 就是我們要 我們成立 非武裝國王吹聲的建源團 要到立大宛 還有未來兩個 兩個總統候選 我一定會帶往他 你要把他拿回政政 當你 當你當選的時候 你要把他當為 你來推動台灣的 王位很重要 要推動中方法 並不是要放棄 我們的傳統國王 就像立大宛一樣 好 台灣海峽中線 他主要 他都要登陸就是用武裝 我們用武武力 揮彈、炮彈、機關槍 就不能跟他推動 但是他上來的時候不用 不用人民 所以公民的力量 用公民的力量 不但可以做我們領袖 我們未來台灣兩岸的領導人 要談合理的做 因為我們像說矮的一節嘛 馬英九也是一樣啊 朱利勒也是一樣啊 連戰都不用高 他等於是賣台啊 像這種人 如果我們公民 他們說 我不怕你 你就登陸我們台灣公民 很可怕你 這是有賀子 所以國遠無雙國王 不只是真的有效地來抵抗他 還有賀子 他既然沒有沒有沒有 人民會不肯做 我裡頭寫到 我們連軍公教 連公務就有點怎麼抵抗 我書上我寫 他寫一個實戰的例子 還有一些初期怎麼樣 中期怎麼樣 最後要怎麼結戰 前方會結戰的時候 我們的國謊應該怎麼做 書上都是有詳細的 要寫這個 重要的是 這個就是用公民的力量 作為國家的後盾 你作為領導人的後盾 不再有任務 可以取得平等地位 撼入我們的民主 我們自己的民主 這是比較重要的 最後兩岸到底要怎麼辦 我們會給今天提出來 因為大家都認為兩岸 國有統一 現在中期統一 現在台灣人都是這樣 我們的政策已經被操控了 我們連軍都被操控了 隨時 如果他把台灣的利益 經貿的利益切斷 台灣就完了 因為股票下跌 公司都打閉 那很嚴重 所以你就會被套牌 那怎麼辦 很多人都認為 你去問一般人 好像對未來沒有希望 一定會被統一的 所以中期統一是台灣人民 可能任何逃不掉 那事實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 統獨不是最高的原則 我們提出來 應該是用民主更和平 不是用統跟獨 民主和平 如果你要獨立跟統一 一定要符合民主更和平 就像你如果講台灣獨立的話 你最常我們華裏獨立嘛 我們公投之後 他要建立台灣共和國 我們就獨立了 但是你和平你沒有辦法解決啊 中國如果打過來怎麼看 人民害怕是這個啊 所以你要主張獨立的人 應該要想求和平獨立 你說不可能啊 可能 我實際上提到 我們可能用和平的方式 取得獨立 怎麼是說有中國人 怎麼是讓中共未來對台灣 也能容許 華人世界有一個新加坡 台灣也可以像新加坡一樣 華人自己建立一個 有背影中國共產黨的正確的 一個台灣小朋友 這是可能啊 那我們要中國跟我們有密切的關係 我們怎麼跟民間的合作 還有我們的貧困的議題 跟中國大陸性的年輕人 跟我們一樣的年輕人的議題 這是從民間開始取得理解 好像他們那邊的污染的連作 空氣的溫暖 台灣的環保運動 可以跟他們互相之間的交流 有沒有帶來兩岸之間的公民 更多的理解 如果統一的話 統一如果只要講 和平統一 那就欺負嘛 和平統一的投降嘛 你就等中國講的 那這個 你富士的那個 所謂的民主嘛 中國的民主化 台灣的民主化 台灣也是中國不民主化 我們如果被統一像香港一樣 沒有聯絡自由 或者變成中國一樣 這樣你都不能 你都不能隨便上網 那網民警察 你要你翻牆 那時候稍微看到 現在翻牆越來越困難 那怎麼辦 台灣要不要碰到的生活 當然不要 說中國民主化 我們還不放心 第二 要回顧台灣現在的生活 所以現狀 其實是善惠同意 中國是講到善惠同意 但是我們看到是 漢國人的 我們現狀是台灣的獨立主持 所以這個是一個 未來我們真正的要 要強調 民主統一 或者和平獨立 這是我們公民要有的共識 最後讓人一樣宴敬 如果我們要宴敬 台灣有共識 我們要成了什麼國家 人民做了什麼生活 是不是年輕人 未來要看不到未來 讓年輕人看不到未來 未來找不到工作 薪水都那麼低 有錢人都不繳稅 所以我們的國賬貨賬這麼高 那那個老人家越來越多 我們現在老人的 老人比例 其實是亞洲最高的人 那怎麼辦 我們有很多要比日本高 因為我們少子的話 老人的話的速度太快 所以我們其實壓力太大 這也不是我們這一段要去解決 不要多人輕人 這個是要我們面前 所以你講到總統後年 應該要怎麼面前 要十年來 我們要怎麼改革這些問題 那要給台灣所有的民眾 看到未來的希望 這樣我們才能夠團結起來 那我們國賬就有了 因為有共同的希望 我們建立東方的 以前我們打掌聲 對於東方的瑞士 好像東方的瑞士一樣 我們希望變成東方的瑞典 瑞典比瑞士更好 讓它更平等 福利更好 還有人力疼之間是一個非常的幸運 政府 全部國賬 政府沒有人敢貪污 沒有卡太多的事情 這樣的國家我們不曉得是這個 所以並不是說 我們講到烏托邦 烏托邦都比瑞典很差 通常是某野 那個烏托邦好看 烏托邦其實他還有死刑 還有那個 對那個強盜 還要砍手 那時候都是很強壞的 烏托邦瑞典是哪些人 他們是先匯署實行的生命隊員開始 然後他們資金公開是1766年開始 政府所有的公務處全部公開 我們做不到啊 我們2005年政府資金公開 到現在是假的啦 為什麼蠻久那個 那為什麼那個利歐之下都沒有公開 開會全部都公開啊 所有的會議都沒有機密 因為國家經濟是最少只有國防跟我們的外交比較重要的 還有國家新的發明 或者國家的關於 國家的重要的東西 我們資源的 就是說我們現在摘了什麼東西 新的、新種的 那個可以生訪力 因為那個可以為了國家的利益 那個才有訪力的價值 現在政府所有的公務處全部公開 他們都應該執行這個 所以我在想我們有這個面子 我希望年輕人開始要想 啊 政治跟我們歡啊 政治跟我們歡 為什麼你要講那麼多的稅 為什麼你會低心 為什麼現在我們有分配這麼不公平 為什麼賺了錢 我們基地每年都成長 但心裡都不成長 分配到哪裡去 這個都不對啊 這個就是我們一個人一挑戰 目前不公平 那如果讓我們年輕人看到 沒有未來 這個國家是有希望的 我們的企業 我們企業就像日本一樣 日本以前 十年有提到 薪資倍增 所有的薪水 然後共產生 才已經倍 十年內 幾乎到七年就達到了 他七年就達到了 而且企業也大歡笑 所以日本是從十年來開始 日本是全球最好品質的 日本就是最好的 日本是從哪裏翻 台湾為什麼不是都要做 所以我認同我們的企業 企業社會主義 瑞典他們講的 企業社會主義就沒有黑系商民 從這一開始打 把MIT變成全球可信可靠的 以後這個瑞典跟德國字 瑞典跟日語字一樣的 並且台灣叫希望 我們進去是要談這個啦 所以不是要減稅的 不讓你那個 我往中國有辦法 幾乎法中國 不是這樣 所以要有這個時間 大家有時間 我先去講到這裡 所有的時間 跟大家來印象 好啊 謝謝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放QA 那我們第一輪先收集 收集三個問題 就是對於剛剛傑老師的演講 分享如果你有什麼疑問 或者是對於非暴力抗爭 你有不一樣的想像 也都歡迎你跟大家分享 如果有的話就可以直接去舉手 那我的就是把麥克風交給你 這邊一位 對於是 老師有提到說 就是如果啊 就是中共真的登入 我們可以用非暴力抗爭的模式 去做一個國防的保衛 那 那請問跟當年國民黨登台灣 還有日本人登台灣的 的模式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當年 當年我們也是有一些反抗的動作 那為什麼還是就是沒有成功 那那跟如果未來 公共要登台的話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 還有沒有其他朋友想要問問題 不好意思那個沒有中場才進來 那其實我是對這個 外圈表拍照的 好 那 嗯 因為其實歷史上有很多 強國入侵 周甄若果的案例 那我是比較好奇的是 因為我們比較近的一個例子是 1990科威特被 伊拉克入侵 那非武裝國防 以這個歷史上的案例來說 可以做什麼樣具體的應用嗎 謝謝 再一位 還有沒有想要提問的朋友 謝謝 好 那不然 就先請老師回答這兩個問題 改變歷史 或者是 不管是正式的社會改變 從 人類的歷史 暴力是唯一 可以改變的 自由用暴力 過去不能 正 正群的改變不是用暴力 我們社會的改變 也是用截竿而起 然後去建立想要的 一個新的社會 但是 從甘地之後 全球 用暴力改變的 跟灰暴力改變 灰暴力更多 灰暴力更多 那你剛提到的科伊杜 跟伊拉克的戰爭 其實那個 戰爭本身 本身 你說灰暴力在那裡 有沒有發生什麼效果 沒有效果 沒有效果 美國攻打 阿富汗 攻打伊拉克 那個戰爭 強者的戰爭 如果他們用灰暴力 他們也沒有結果訓練 也不會用灰暴力 因為那個國家根本就沒有 沒有灰暴力國防 假設他們有灰暴力國防 他們就贏了 他們就讓死戰更少 讓美國的侵略得到 受到更多更多的 那個正常性的支持 不好意思 補充一下 我說的不是美國 對伊拉克 而是 而是科威特在面對 伊拉克的路線的時候 科威特的人可以做什麼樣的 北武裝國防的動作 來因應伊拉克的路線 這跟一個同學一樣的意思 台灣當年 清朝 那個 清朝各地給日本 來 我們沒有揮爆力抗制的訓練 我們沒有武裝揮武裝 人類我們都不知道 因為沒有這樣的準備 所以他進來之後 只有 變成 只有 地方或社區的人在好看 一想說 不論是侏羅 侏羅三郎的那個抵抗 或者是 日本 國民黨的二八朝抵抗 國民黨佔領的時候 一開始進來是那個抵抗 還要歡迎祖國來 祖國會來 二二八之後才有 台灣的禮拜 金英被毒殺之後 看到 因為國民黨貪污 而且對 太嚴重了 所以就 反抗國民黨 二二八開始 才有反抗國民黨 有反抗國民黨的 那個時候 因為人們都沒有揮爆力抗制的 這樣的概念 也沒有組織 也不知道怎麼去對抗它 所以都被毒殺 或國畢上有沒有生涯 因為那個是一個 一個 還是強勁的社會 公民本身有這個 如果是科威特的真意 他被日清後 科威特如果說 公民有這個概念 那不一樣 他可能就辦法 有力量去阻擋他們的軍隊 就算力量也是一樣 他就是用公民的力量 就是用公民不合作 不無種的方式 去對抗你 然後你佔領你 你一定要有效控制 但是公民不合作的話 你說 我要在這邊拿到物資 那你拿不到 公民他可能抵制你 甚至於你不可能 你如果有效在裡面 你應該你會用 當作像中國 如果到台灣來 要以他治他 他在香港 就用香港治理 然後香港 但是當你要治理 要統治的時候 這邊的人 如果你有經過 威法力抗爭信任 會有讓我們去 公民已經了解的話 他就知道說 像工人 他就用很多的消極抗 一開始當你如果 你會積極抵抗 你就會 會有面臨你身邊的危險 他用消極抗爭的話 很多人故意犯錯 故意把那個 點檔 就是把公民 寄送 寄錯 或者把重要的消極的傳達 故意遺落 等等的 讓你的 讓公民人員 抵制你 抗爭 但是如果是用暴力抗爭 我當然有書上誌 初期的時候 你不可能用歸暴力抗爭 真正的像受驗動這樣 就會有 第一 一開始他來的話 是所遭受的那種屠殺 震壓 會很強 那公民要怎麼辦 這裡頭 我書上誌中 初期抵抗的時候 是用一種 你可以用 用那個所謂 象徵性的抵制 或者是對 就像早期那個 那個 當麥 當麥在抵抗 抵抗罵稅的時候 他們就在 每一個地方 就標示出他們 畫法是一樣 他們就是用V 就是代表說 我們會贏 那個是五五 但是這個 他不想怎麽辦啊 隨時畫個V 這個像書 你到街頭下文 人民 你不可能天天都那麽看著 不能畫啊 你跟哪個什麼畫個V 就是再反抗你 這種象徵性的抵抗性開始 然後 後面就慢慢組織起來 再用你的社區的活動 開始召集人民 再做一些抵抗的準備 一些開始 所以 指責 我們的 就是用我們的生活 他們的佔領 他們的侵略我們的時候 我們遭遇到什麼 這樣 開始 開始 用這種方式的 理解 你的抵抗的目標 用這種抵抗的目標 讓他的佔領統治 會遭到很大的困難 人民開始會反抗 先從初期的這樣開始 因為柯惟特 因為柯惟特 我所知道 揮巴黎康公的例子裡頭 沒有柯惟特 所以 也就是說他們的民眾 或者他們的早期 也要這樣子經過這個虛擬 所以來的話 你面對的 就是 就像平地板的戰爭一樣 就是被侵略 只要佔領的時候 開始 才會慢慢的 用揮巴黎康公的 去抵抗這樣的佔領者 就是這樣 那 像 公民 像那個 我們看到那個 茉莉花 沒有茉莉花革命 其實在中東的茉莉花革命 其實他們也是 用 用那個 一般的民眾 也是先從 揮巴黎康公的198種 驚嚇兵那個開始 先從那個去研究 然後啟發 然後採取行動 是從這裡開始 有198種的方式 去對抗統治者 這種不合理的這種壓力 那當然 如果你面對的屠殺 面對屠殺 你不抵抗的話 你 你顯得 葉脆弱的話 他認為他正在有效 他屠殺有用 所以那個更需要抵抗 但是那個抵抗 是需要這波訓練 不然的話 你會很害怕 因為當你旁邊的人 有人被射殺的話 你會怎麼樣 你會怎麼樣 這是一個 蜜桃王的例子是 他們有這波訓練 所以他的公民 會有一波波的 那種抵抗侵賴者的勇氣 那這樣揮巴黎康公 或者揮衝過 不是像我們軍隊一樣 號召所有的情侶要參加 那是自願的 但是經過民眾 這個訓練 越來越多的話 這個國家都會越強 這個國家 所以面對侵賴的暴力 你也不害怕 你會面對他 而且抵制他 甚至讓他所公布的法律 完全無效 他要的職員 就會把你切斷 他要我們遵守的 不管是戒嚴、宵禁 你都會不理他 就帶他一起唱歌 你怎麼辦 在家裡唱歌吧 至少都是有款看 這種唱歌叫鼓舞 我的靈體聽到我唱歌 他開始唱 我唱台灣民謠 其實這些都很有用的 不要有的時候 就好像你唱歌什麼音 納特維亞只剩唱歌音 納特維亞他們是 他們民謠 他們民謠非常多音 而且他們在抵抗蘇聯的時候 全村唱歌 然後影響他們的出力 然後波羅的海三國 他們用多名的 叫做波羅的海 波羅的海和平行動 所建的三個鎖部聯起團 非常的成功 其實他們從這樣開始 我們所建的時候 他們講的是環保 其實是最小獨立 他們將為了波羅的近海 那種海洋之餘 更保護了海人 所以他們從三個鎖部聯起團 其實這個聯起團 主要的目的是要為了三個 聯起團 這一種獨立運動 所以環保只是個借鑒 就像一樣 如果說科威特他那邊 能夠一開始 你不是說直接對抗正義 我可能沒有環保 我可能用那個 我們的物資的缺乏 醫療不夠 我來抵抗你 為什麼 我們沒辦法看病 先要求我們生物的必須開始 這個獨立運動 代表我們身心的痛苦 民眾也有開始蠻緊急 那如果說有人讓媽媽出來 因為她的孩子失蹤了 可能變成政治犯 被人關起來了 你都找不到 他又被殺了 看不到屍體 媽媽成為一個團體來對他 那都很強的力量 非暴力可能是從這樣慢慢走出來 一開始 鎮壓都不是直接用 政治跟政治 你可以從感性的 從你的生活 感性的 或者你覺得很不合理 那會不會先出發 就會號召更多的更衛 而且最後我們到正道線 模擬上也會投錢 所以像我們以後 舅小妹 那個舅小妹算什麼 這樣到時候 各醫院都向仁舊院把她提出 這個就是弱者的力量 當醫院是這麼幹的話 台灣前台灣女神的混墓 她就改變了 改變了 你看舅小妹的世界 就改變了 改完這個醫療 整個對這個所謂的救助 並不能夠去解的這個性 會出生 所以一樣 你要去對抗侵略者 如果是柯威徒他們有經過信任的話 他們就說 我現在用什麼方式 你要不要直接的去擋子彈 太可怕了 我可以先容得 明白了 那接下來我要怎麼辦 先找到 我能夠號召讓你的正常性更低的 你迫害到我什麼 或者我的教員 對 或者我們領導的 政治理由就是 我們的一線化 可以嗎 你不能記起來 他在廣場被射殺了 好 所有的那一天 大家都不願意來同學 拿著 拿著花 就叫我 哇 那金人啊 他們會來起地啊 會來說 六個零啊 就被起地 我 我為了紀念 我們的 我們的領袖 他死在這裡 二二八是這樣的突破的 為什麼二二八呢 跟著我講 我們是什麼樣子 把他突破掉的 所以二八有險 出來的時候 國民黨真的嚇了 這個競技啊 怎麼可以談這個 才在追求國民黨 所謂的屠殺 台灣的經典 我們不是爭了那麼久呢 但是後來就可以了 你要去慢慢去 找到說 統治者到那個階段 他的統治的 統治的正當性 就是被治理的 他的正當性 他的對人民的那種 傷害 或者壓迫 一定會受到抵抗 那抵抗 那你要說要有準備 要有計畫 不是隨便的 揮武衝國王是有計畫的 所以你要前面的罷工的話 譬如說 今天台中罷工 台北也沒有罷工啊 為什麼前面台中罷工 要怎麼發動 這是我揮武衝國王 一定要這麼幹的 所以中央的指揮系統 而且要所準備 罷工不是那麼容易 你罷工的時候不是敵人傷害 你是你傷害的 所以你的飲水 你的醫療 你的你吃的物資等等的準備 都要提早 這個都不是 不是那麼簡單 所以有一個地方 一個地方被侵略的時候 他的對抗一開始是很困難的 因為一開始都是武力 很鎮壓很強 但是當你被鎮壓下來 沒辦法說不要放棄武力 放棄抵抗 還是要準備 嚇壞了 嚇壞了 抗一抗的聲音 謝謝 老師我想請教 各位你們有兩岸的問題啊 我覺得 當我們面對衝突的時候 那我們是要先了解 我們面對的這個對象 那請問老師 您對中國的了解 您認為我們對中國的了解 夠詳細嗎 謝謝 老師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 剛剛就是在霹靂上 看到有就是聚買的這個 飛武裝 那個抗爭有聚買的這個行為 那就是會聯想到我們前些日子 就是滅鼎行動 那過了幾個月之後 其實像滅鼎行動 就是鼎行的食安問題 對 那有些民眾就是發起 就是去買鼎行的東西 對 那可是過了幾個月之後 像有些那個 林峰尹牛奶茶是獎價 那相信 其實販賣也是很多人去買的 那 會覺得說 其實 民眾 大部分還是健忘的 對 那 再從這個去引申到 如果大陸 它的各種 統一台灣的手段 那它是漸進式的 就像滅水族青蛙 其實我們 生活就是生活還是一樣過 可是沒有什麼感覺 對 那 這其實對於 我們要達到 非武裝國防 其實還蠻有難度的 對 那 就是想請教老師有什麼見解 這樣子 這一位先 老師你好 然後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 就是醫生在台灣的 就是這樣處於國際 強國夾供之中的位置 就是要實踐 飛武裝國防的話 是不是 有一定程度上 必須要憑藉就是 民族主義 或者是國族主義的基礎 可是 我覺得現在很 就是台灣 很多在研究 就是史學界方面的學者 他們又 又還在討論說 就是去檢討說 譬如說20世紀 他們 因為 種族主義 或者是國族主義 所造成的傷害 不管是二次大戰之類的東西 或者是 開始去討論 像是我之前有看篇文章 然後他就寫說 瑞典的博管教育 然後他就寫 就是以我們現在 區分國家的地域概念 去解釋 我們史前 或是命名史前 時代的一些移植 這樣是 真的是正確的嗎 就是開始去檢討說 以我們現在區分界限的方式 去理解歷史 就是這件事情是不是應該被檢討的 可是以台灣現在正要面對一個 非常極權的國家 我們要去 抵抗他的 他的一些侵略的時候 我們又必須用 民族的歷史去凝聚我們的 一些共同體 就是我覺得 在這部分我覺得 讓我覺得有點矛盾的地方 所以想要請問 就是關於民族主義的問題 謝謝 對中國我們其實都了解不夠 不過因為我們現在有交流比較多 我們年輕人 或者是有一些朋友 他的研究是對兩岸的 他的入民是兩岸 碩士入民跟博士入民 都有 他們有去對岸 就是了解年輕人 要認同社會 他們有真的對話 所以他們也開始認為 年輕人對台灣來講 也不希望台灣真的改變 變成中國的 變成像香港一樣 所以他們認為很多的 中國的一些社會 他們希望台灣法委 現在是不錯的 並不像中國有的 歷史在變均台灣 那種急迫性 那是政治 也認為他們的歷史使命 那一般民眾 沒有這樣的想法 那我去 其實我2002年 一直到2001年到 208年之前 每年都被邀請去中國網路 我都喜歡看電視的 跟你們對話 甚至他們說 打台灣 我們打日本 打日本鬼子可以 我們為什麼去打中國人 中國人不要打中國人 但是他們 您之間有這種想法 所以台灣本身的安全 維持現狀 因為維持現狀 台灣 繼續唯有 中華民國主題 那這個要改變的話 應該是透過台灣的同意 而不是用武力 在中國要用武力解決的話 民眾不一定會同意 不一定會同意 所以這個部分 我認為我們要去說服 就讓他們對台灣 我們這個交流很好 他們在台灣來 所以我說 台灣最美麗的是人 這是他們 他們那個 文人寫的 寫的一篇文章 那台灣最美麗的人 因為台灣人 好像很熱情 很樸素 跟中國他都不太一樣 但是台灣文化的動作 是不一樣的 他們也希望他的民族 他的民族其實會 那我們的力量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民族制度 我們人力的多人 我們公民社會的多人化 這是我們比較強的意外 那我們的揮霸裂抗爭 其實啊 揮霸中博王 最強的就是公民潛力 我的聖尊潛力 你要我改變制度 經過我們同意 不是說武力的 我們反對武力 其實我們的外交不要進來 我們加入聯同國就不要 我們在國際上 說服國際的人說 應該兩岸是合理解決的 聯同國都同意啊 美國同意 兩岸一定要合理解決 這個是我們的先解答 第二個 兩岸要決定 一定要經由台灣的人民的公民同樣 公民自主 兩公約 第一條都是公民自主 全世界的共識 所以武力本身不是國際的共識 我們用這種方式去達到台灣的正常性 那心狀就是 就是我們維持中華民國主權獨立的正常 你要改變我們的生活 改變我們的體制的話 那不是用強迫的 所以這個方式是 我們可以冒一 稅務中國人民 因為稅務中國人民 我書上特別寫這個 那剛剛反正的東西也提到 那台灣國主主義、民主主義 會提升下來 他們會包裝成愛國主義啊 他們會承諾 中國人說 台灣獨立 我們現在說獨立 我們不會再喊獨立 我們不用再 現在在刺激中國我們要獨立 台灣獨立 這個口號不一再講 我們現在要維持現象的獨立 所以蔡英雄很聰明 那個維持現象其實就是 維持我們的獨立的現狀 但中國所謂的現象就是 尚會統一啦 他認為尚會統一 他未來要統一 這個阿青雄文他 他那個時候他 他執政的時候他提到 未來一中 可以提未來一中 給中國一個機會 所以未來再出馬 未來一中 不是現在什麼 什麼認同一中 不是 所以這些都是你的政治口號 但是可以思考 台灣應該要有智慧 要智慧 去讓他多了解中國 讓他們了解台灣 讓他們喜歡台灣 那台灣 他們就說不用打台灣嘛 所以中共統治者 他說給他們 給他們 現在你三年之內 一定要跟我談 要不要同意 讓我同意 那我想 台灣應該開始是 國際訴求 對中國人民訴求 讓他們覺得 台灣可以未來 像那個 香港 像那個 新加坡一樣 有華人 他們反對八十就華人 新加坡建立這樣的一個國家 他們現在是不民主的 他們比新加坡民主的 更好 可以讓台灣是一個窗口 未來中國民主化 其實台灣是一個參考的 同樣文化 對華人世界 可以 中國慢慢地改變 是以台灣為榜樣的 我想中國大陸也希望轉民主化 中國未來 我書上最後那一節 也以後小說寫故事 當台灣被併服了以後 中國的感覺會怎樣 當然會 我是追加了 2020年 2022年 台灣被併服的時候 中國大陸的變化 跟 民導人的變化 跟台灣內的變化 還有揮報力抗爭 在台灣內 都只會抵抗他 那些就是我們想像 可以給大家參考 還有一個 提到問題嗎 還有 我還可以說 統徒的問題 就是國主主義 所以統徒問題在台灣 如果我們不去解決的話 也會變成像國外一樣 我們像賣台 談統一的就是賣台 那我們為什麼談統的人 跟談獨的人 其實要合作 不是我們在內部要分類 所以台灣內部 應該尊重國統的意見沒有關係 那多元文化嘛 但是我剛才講的 民主跟和平 為最大的共識 一統一的人很尊重 但是不要在民主的統一 中國民主 或跟台灣共和平的統一 我想統派也統一 慢慢也應該統一 像這種方式的話 是蛇大湯的共識 就不會變成我們內部 一直 種族 或者族群 對立的出現 那未來才能對抗中國 統一起來 我們要團結的共識 才能夠 如果大陸要統一台灣 如果大陸要統一台灣 那他是用各種方式 可是 對 不會很 很直接 或是他就很間接 然後慢慢的 那就是 那我們人民的感受 其實不會那麼強烈 那也不會做到說 佩服裝播放 因為覺得沒有必要 所以我會想為什麼 要推廢佩服裝播放 佩服裝播放 佩服裝播放 我們要先有這種準備 這是國民教育 如果政府要推廢佩服裝播放的時候 就是在我們內部危機到處 我們怎麼辦 所以 你要統一的話 接近一個體制的改變 台灣變成中國的一部分 那個時候台灣人怎麼怎麼辦 不是說 建計式的 不可能 那個是一個 一個最大的改變 不管你讓台灣共民投票也好 或者 兩個領導人就談一談 然後同意 簽署和平 和平協議 台灣或者中國 跟併入中國 或者相關東西的合併一樣 簽署一個東西的合併 我不認為那麼簡單 如果說我們有這樣的準備 我們認同台灣是一個民主 自由的社會 應該主動人民 我們是一個民主國家 是民間的意見 應該經過人民共同 人民共同 百分之五十 超過 如果真的要統一的話 我們沒話講 所以 應該現在在準備 你這麼難建進 只要說 我們 要 漢俄我們現在民主生活 跟中國 中國這種建進 用經濟方面的扣住我們 我們 會不會慢慢的走向 中極統一 所以如果有威武裝國王 就是談 威武裝 重其統一 如果我們有力要 不會重其統一 我們可以 永遠的恨過我們 目前的中華民國 或者未來的台國 還有台灣 我們都可以 但是我們一個小婆 建立什麼呢 厭借的國家 這樣你就不會被中國 慢慢的統一 慢慢的 這樣的人 不知不覺 你們逃不掉 所以他已經復統 以上為政 台灣現在最怕是這個 那這個如果你有公民防衛 這些都會解析的 讓公民知道 而且公民防衛這個 揮武裝國 並不是在電視上 再次傳播 還要訓練人民 那更多的智慧 更多的 所謂的中共統戰的方式是什麼 內部都 人民都有更高的智慧 這樣才有辦法 不是說 都是像 冷水煮淨化一樣 溫水煮淨化一樣 慢慢就被 你說試驗 這個公民防衛 或者揮武裝國 就是讓你要積極的 積極的看清楚 我們可能會遭受不利的變化 方式是什麼 這樣才你所擔憂的問題 才會解決 如果我們不 揮動揮武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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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跟美國來武器 我們要被三四千億的預算 如果公民防衛 揮武裝國 我告訴你不要一百億 不要一百億 我們演練的時候 我們的國軍當共軍來 我們台中市怎麼抵抗 我們的 台中市長怎麼領導人民 對啊就這樣啊 我們先演練看 原來不是很可成功 就是這個錢花不多 一年 一年演練了幾次 讓我們研究 從國外找一些 揮武裝國防的 這個專家來台灣 做論文 做講習 還有我們國內 也讓年輕人更多的創意 揮武裝國防 現在還沒有標準答案 年輕人竟然說 你有很多的想像 如果中共來的時候 我們用電腦 跟他電腦怎麼對打 我們用什麼方式 為了一些創意的方式 那只是一個啟蒙 啟發 那真正的年輕人進來 揮武裝國防 他有新的武器 就是我們現在的網路 甚至有透過 揮武裝國防 透過我們的動畫 在網路上流傳 其實當然都很好的教育 所以就是一個 台灣應該 應該成本非常低 但是很安全 而且很有效 比我們現在畫那麼多層 武力還有效 還真的能夠保衛台灣 那我們現在就開放最後一輪 那這邊一位 這邊一位 我們先把幾乎讓人也沒有問過好不好 然後 一二三 就我們這三位 我想 我想回應一下 JAM的 剛的一個 提到一個 維持現狀的看法 好 我沒有針對被暴力 或這個 被武裝國防 那個 因為我剛 跟JAM的 看法 也許有點差異 那剛提到維持現狀這個部分 那其實我覺得 我一直覺得說維持現狀這個字 是一個 吊詭 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從那個 社會科學 因為其實 為什麼會有維持現狀 其實是從那個民意調查 問卷調查 常常會問卷或問卷調查 會覺得說 你主張是 簡單來講就是統一 維持現狀的國力 大家 常常會問到一些民意是這樣 那其實我就覺得說 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吊詭的 有缺陷的一個問法 或者說 這四個字型是一個 有缺陷的字 也就是說 我們忽略掉說 歷史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然後 時間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那 所以維持現狀 其實根本來講 它是一種 正式上的修辭學 所以它是有缺陷的 那我覺得這個 首先是必須要釐 那可是第二個呢 就是說 維持現狀 既然它說是一個修辭學 我們可以怎麼去詮釋它的問題 因為從國民黨 比如說 簡單來 國民黨的詮釋 跟民進黨的詮釋 也許就會有差異 那可能國民黨的詮釋 都可能會覺得說 我維持現狀 它的維持現狀 其實背後的依然是 維持 繼續請忠的這個現狀 維持繼續 像 這個 新自由主義 或者維持繼續向財團 靠狗的維持現狀 或者是說 它維持的是一個 繼續傷害台灣人民權益的一種現況 這叫維持現狀 這可能是 他們也講維持現狀 可是它背後也許有這個意涵 那可能也許說 民進黨或我們說一些 偏綠的 或者是說 所謂的主張獨立的團體 它也可以談維持現狀 它可以談說 我們因為維持現狀 我剛剛提到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我維持一個 就是積極的表態說 我維持一個 我不是 抗拒向中國 請 抗拒向中國傾斜 的一種現狀 我要抗拒 像 我要維持一種 可以保持 積極的來保持台灣的民主 價值的這種現狀 也就是積極來維護 台灣人民的人權也好 或者是民主的價值也好 這是一種維持現狀的表示 那所以說 我說維持現狀 也許他這四個字其實 就是政治人物在修辭上的一種運用 可是其實 實際上要回到說 人民對於這個我們 背後的一些意識形態 或精神價值的表達 我們想要採取什麼樣的 行動或作為這樣子 這我簡單一些回應 女老師好 因為在 其實中共對台灣的統一 他其實從來就沒有想到打台灣 因為他認為用經濟來統一台灣 比軍事 統一台灣更符合 更省城的 在中國的十二五金塊裡面的第四條 他就寫說要以經濟統一台灣 那是因為我學長有在跟賴東強運 在對外做那個 兩多盟的研究 所以剛好有 有聽到這條 然後在 我要講一下中國裡面的部分 就是去年一月的時候 在廣東茂名神的 那個PX化工廠的抗爭 那其實那一天 那一天抗爭 抗爭結果是大概 一百多人受傷 然後死了十幾個 那是因為他們在 有那個 他在那個居民附近 要蓋一個化工廠 然後在 然後就是很多居民去 抗議 然後中共呢 就是用步槍射擊 最後再開槓喝進去 然後 然後這個消息在一天之間就被封鎖 所以其實他 中國人他們 中國人其實內部 完全不知道這個事情發生 那萬一中國就是用 那個經濟統一台灣 反正因為現在商人 就是眼中沒有國家 他眼中只有利益 所以他終究會賣台 那那終究讓 讓中國用同 用經濟統一台灣的話 那中國用同樣的方式 就是 我一樣殺你啊 然後我在 我再捧索媒體 反正 台灣人就是笨 我用媒體叫不然 我會用輿論導向 我會封鎖媒體 然後 然後把那個 輿論傾斜 傾向說 對我有力的 有力的報道 那這樣 非暴力放真 非武裝國防 成功機率又 又更微弱了 那我不知道有什麼 其他方法 可以抵制這種情況 前老師你好 我是想回應一下 剛剛幾位的那些問題 包含國族主義 跟科特問題 其實關於 國族主義這個東西 他 我們這樣講 一種思想 一種思想 主義是一種思想性能力量 好像是 孫文講的 那 他既然是一個 思想性能力量 某種程度上 他是一個工具 工具本身 他就不一定說 絕對是好 或不好 主要是看 用的人怎麼用他 有沒有 過了當時的情境 那台灣的現況 是因為 我們傳統上 被國民黨洗腦成說 只有 漢文化是唯一的一個中心 跟值得追求的一個 一個文化價值 那 所以才會有 另外鼓勵要出來說 要捍衛台灣本土的 這個 這種 民主意識 跟 跟這個 叫做本土文化的 這個 這個 獨特性 這樣子 那 歷史的建構 也包含這樣的意識形態 所以那個東西是符合最近 過去這可能一二十年來所需 所以他就變成一個 上升 就一起的一個東西 可是如果當他大到一個 變成一個絕對主流 而反而對於 可能對於漢文化產生過度的 在本土內部的漢文化的這些人 產生過度壓迫的時候 那時候又有另一批人 可能會想要出來平安他 這是一個必然的一個動態過程 那我們再拉回來思考 比如說台灣對中國 瞭解不夠深入 在很多面向 不只是對他們政治上的意圖 那其實還有很多 反而對所謂的漢文化 中華文化 瞭解也是非常的淺 比如說現在很多的這種 文原文的爭議 這我看來就是很無聊的爭議 因為重點不是在文原文 比例的多廣 他 這個現在的教育問題 是他的教育制度 他的這個 教育的體系本身過於僵化 然後過於升學導向 造成這個學生的負擔 但是文原文本身 它是一個工具 像你今天學英文或法語等等 那你如果說高中生 又開始學法語 會不會加動他升學的負擔 就類似 就有點類似像這樣子 那文原文它這個工具 它是要跟誰溝通 它是要跟古代的這個漢文化溝通 那古代漢文化 值不值得去讓現在的台灣人跟他溝通 他有某些部分是值得的 比如說古代的很多的漢文化的精神 它是對在人類文明史上 它是歸保 比如說莫子的思想 他對於所謂保護小國 跟這個叫做米平這個社會的貧富差距 它是有它的奉獻跟無告之處 那如果我們用莫子的思想 來看科威特跟台灣今天的處境 就會覺得有用嗎 比如說莫子是那時候有個大國 好像是魯國還是哪一國 齊國我也很忘記 他去攻打那個莫子的 那個小國叫宋國 那莫子就去當說客 就去跟對方講說 你如果大軍抬過來 那我會用什麼樣的戰術對付你 然後就讓你忍見一次 到最後對方對他下馬 就真的不敢侵略 那我意思是說 這個就是一種非武裝國防 不是嗎 那這個非武裝國防 他是因為他洞悉的時事 他洞悉的整個戰略時事 然後加上他有洞悉的 這個對方的君王 還有他的 這個是降雨的人性 所以他達到這樣的效果 那台灣人今天學文言文 我們就學一些 要背誦 背古文 背什麼東西 但是沒有真正理解 他背後的哲學 哲學深度 那所以 才會產生說 你要不要讀文言文 這個證明 那 從這個部分再拉回來看 柯威特今天的狀況 他說柯威特 這個 他被 比亞克侵略了 然後柯威特的美額城 有做什麼 非武 非暴力抗爭或是非武裝國防 看起來好像沒有 可是問題是說 我們從結果論來看 柯威特其實是一個非武裝國防 非常成功的案例 因為他成功死 這個案例就是 最大的成功就是 美國出兵介入了 然後所以他的國家 快就回復了 那我們就要去思考 這個怎麼會產生這個結果 那我的一個想法是說 柯威特他雖然 被入侵的第一時間 他沒有做什麼很難 這個理論的一個抵抗的行為 但是因為他平時的這種 平時就有 累積那樣的 的基礎 非武裝國防的基礎 他有 他是一個石油的重鎮 然後他有他獨特的戰略地位 再加上那個時間點 美國正好是 是絕對不能夠讓柯威特 被伊拉克贊助的 那所以在那樣的 國際戰略形勢底下 美國就會出兵介入 那美國就變成了 柯威特這個民主 他的一個可調部的資源 儘管他不見得有 那麼強大的主導力量 可以去九歲成功說 這個你不惜趕快出兵來救我 他也許也不是用這樣 但是因為國際形勢的緣故 他就有一些可以發揮的空間 那個可以發揮的空間 他也許在某些暗處 做了一些臨門一角的動作 我們也不曉得 但是總之他成功促成這樣的結果 那這個東西不見得有辦法 成為教科書的案例 可是他確實在結果論來講 他是很成功的 對 謝謝 那我們請賢教老師做最後的回憶 謝謝總理剛剛的補充 對 現狀不可能是維持的 一定會變動 不然哪邊變 因為不可能 歷史上都現狀是這樣的 你解答這個 你的現狀的話就弄出來 看的都不一樣 然後我剛剛提到 台灣最好的發展 就是成為 有一個共同的願景 我們希望台灣成為一個國家 那個才是未來所需要的 從現在一個獨立的台灣 走向一個更穩固 更內部團結 更有想像 我們知道這個東方的瑞典 台灣一個公平的 一個照顧弱勢的 一個平等的 一個政府資訊完美公開的 一個不貪丰的 這樣的一個國家 社會福利保障 沒有你最基本的生活 無憂的 這樣也會說這樣 是可以啊 那如果有這樣的話 我覺得 這就是我們的 更積極的現狀維持 而不是被改變的統一 被統一是台灣最有利的 對不對 台灣最有利的是 你現在獨立自己的現狀 然後發展一個更穩固的 獨立的台灣 這是台灣的最有利的 所以我覺得 我們應該從這邊去努力 他剛剛提到我們要變景 原因是在說 我們必須帶領 台灣的走向 那這個政治如果不夠的話 要公平社會 出來 剛剛提到那個 跟賴東牆 那我提到 經濟本身其實是台灣最弱 中國對台灣的影響 現在經濟是最大 所以現在台灣的經濟 已經依賴到三、四成 對中國的經濟投資 台灣是依賴得非常高 這麼高的經濟依賴 台灣走不掉 如果中國封鎖 中國給他們的特權 我們的金頭 我們的特許行業 像我們的高科技行業 在中國都是特許行業 要有證照 要有核准的 這些切碗你就完了 台灣就先倒閉 台灣股市下跌 台灣很多失業 那怎麼辦 如果沒有揮霍中國 沒有這種概念 你就碰到那個問題 你就完蛋了 所以如果像這樣 我們就覺得 中國是一個對我們 是敵意了我們要怎麼 台灣要怎麼對抗 這很重要 我們不能夠保衛生意人 我們台灣如果在這種狀況 我們如果在台灣 能夠發展一個台灣本土 還能夠經濟穩固 讓我們能夠生活 反正要固定下來 那個才是揮霍中國 會很重要的台灣 當他的戰略是 我們要怎麼變成 所以會有中國要研究 我們遭遇到什麼工具 遭遇到什麼不利的時候 怎麼來 所以這些就是 我們一直想要 想要國家趕快建立會有這種方法 要研究機構 推動演練 也其人民的智慧 能夠加進來 因為人民的智慧進來 才有很多人 那中國大都其實 不要由他們的回顧 中國大都想要為錢抗爭 每年九萬多次 每年九萬多次 相當可怕 不管是佔領土地 土地被抗爭 或者是勞工 薪資 或者所謂的 他們對那種身分證的問題 農民工的問題 小孩的教育等等 這個看了很多 所以中國並不是 你想像中那麼穩固 甚至中國為什麼要 要編列三十幾萬個網路檢查 因為他要控制言論 所以控制言論自由 其實是很可怕的 他自己擔憂 他自己是害怕的 所以中國並沒有你想像那麼強 當有一天 中國內部會帶來他們 爭取更多的民主 更需要的 甚至說他們的根本沒有選舉 結會的什麼都是他們 內部少數人在主定 下一個接班人是誰 為什麼不會是挑戰這個 會有啊 所以他們所謂的08憲章 我們說中國要依照憲法統治 現在習近平裡面的這個 那現在也開始進憲法 這個問題也會來 所以並不是說 他就很強 我不認為中國就那麼穩定 那麼強 他現在看起來經濟很強 但是他的經濟強 如果台灣有更好的防衛自己的話 不一定會敗在他絕技的壓力之下 結果是這樣 所以反而我們要跟中國 像你剛剛講 那樣 憲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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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不是只有一個地方 但中國很多人 關於這方面的工廠設立 真的有好幾起 如果台灣的環保這個領域非常多 我這樣今天教我的話 就是台灣的揮霸力抗爭的輸出 很重要 中國現在不知道他們怎麼揮霸力抗爭 他們的群眾 社會運動還可以有所謂理論、實際、演練 從行動計劃、議題分析、策略、行動計劃 這個他們都沒有好好有過社會運動的訓練 如果台灣的經驗就輸進去 對台灣的馬步 而且就變成兩岸之間人類很重的互動跟學習 中國有好的地方我們要學 這個是不錯 如果像我們在台灣 對中國有學生來台灣 把中國教換學生來搞 我們就把這個恐怕會對台灣不利有什麼樣 對他不利啊 健保不要給他啊 為什麼要給他健保 我們的資源啊 不對 善待他 來了就有用 我們給其他國家來這邊留學的 都有給他健保啊 都有給他一些基本的保障啊 那沒問題啊 甚至連那個講學信都沒問題 我覺得台灣應該是善待中國人民 不是 還像那個那個 姓董的 不是說他們大陸很多的 中國配偶來台灣啊 為了會收他們的票嘛 也不見得耶 所以如果有善待 讓他認同台灣 那麼他台灣的制度比中國好 他認為要讓台灣維持下去 我們內部要怎麼做 其實我們要用我們民主的力量 用台灣跟我們 比較用非暴力善良的力量 讓他發展的話 對中國就有影響 所以我一直認為 不要對中國 所謂的用仇恨的那個對待 我覺得如果不是用對中國仇恨的話 你非暴力抗爭 你的會有中國就會想成更大會 讓他根本就沒辦法 用仇恨的方式來對他們 反而會讓他 因為你才能招喚他的人心 你對一個暴力統治者 你如果不是用愛 不是用那個 讓召喚他們的話 你沒辦法改變他 你沒辦法讓他有所動揚 這是很重要的 甘地那個論述是非常正確的 就是說我們為什麼要對 我們對於親戚 對我們的朋友 尤其對我們的親人 我們可以有愛 但是你對跟你陌生的人 甚至跟你敵對的人 你有愛 那是不同意的 但是甘地說應該要 有這個就是一個很一致的 一個鑑定 用愛去改變 去改變你的制度 用愛去改變一個現狀 改變你未來要遵求的那個社會 就有違法當中是這種這種理論 從那個哲學的失誤 他是整個真理 真理的核心 就是人本身有愛 愛本身 所以不必去像蔣介石的翻譯 說我們要反共大陸殺豬包毛 那個是用仇恨教育 仇偽恨鬼 那其實是反而代表是更大的 更大的屠殺、摧毀的力量 而沒辦法去讓對方 反而我們如果是他用仇恨對合到我們 我們不是用仇恨對合 他反而會是一個沒有正當性 跟對台灣動力的那種壓力 其實他會很大 我們在國際上的時間 中國並不是如果現在 他比我們強很多 為什麼我們現在不能打 不能打 國際上不容許他現在打台灣 而且他打台灣 他們內部 國民會都完全同意 也不見得 也會代表他們內部的危機 所以如果說從經濟 要控制台灣 或我們從我們本身的那個 那個規武裝托亡 進購起來的話 那些公司會有危險度 會有壓力 但是我們有更內部 更強的那個 就是那個準備 也知道危機代表 那我們怎麼去面對這個危機 那是我們國王的一部分 好 好 謝謝老師 那約時間關係 我們今天可能只能到這裡 那如果還有什麼問題 想要討論的話 我們會不會在 自己下早老師討論 on board 就算 espe關於 頂級 ز級 再忽略